认了!认了!于文岳终于承认老婆怀孕了!网友告笑建议BB可以名叫于真,于甲和于可分身饰演自己。 认了!认了!于文岳终于亲口承认老婆怀孕了! 36岁于文岳去年12月闪去台湾替代大王千金王唐云、Sarah,在澳洲墨尔本行完婚礼才公布婚讯,韩吉结婚,其实因为王唐云妥住了B双喜联盟,今日于文岳亲政太太又BB,恭喜晒! 于文岳!亲政太太又喜! 于文岳同台湾皮带大王千金王唐云拍拖不足一年闪婚,男神疯盘,无少人羡慕王唐云成功孤食烂玩的于文岳,今日乐在席内地同任达华以及林嘉莲等人出席王唐云。 访访据军军军王位私里发布会,受访时渠终于承认太太又BB,中话之前一纸毛奖纸戏想保护渠帝。 于文岳去年12月5日,于文岳同网唐云在澳洲墨尔本举行婚礼,完婚才将婚事公告天下。 于文月月扫日前飞到台湾探家人 之后由家姐陪同返岗 当时驻驻松身群的她 已经腰粗度圆 于文月早前本刊拍到于文月同王唐云旭中还食饭 未入餐厅时也 于文月先要食音提神 种植节习已经驮逼凯王唐云身旁点烟 便向逼老婆拾取二手烟 下次午好啦 由于家人全在台湾 婚后移居香港生活的月嫂 自然咩都依赖老公 于文月离开餐厅见到记者 托食老婆的于文乐及时笑晒口 展示同老婆温爱 一面 于文乐乐气毛毛雨 王唐云索性立住卫衣定帽遮鱼粉 于文乐原本想去后巷的精品小店地也 可惜店铺拴晒门 二人只好行去罗车走人 于文月平时无够体贴凯于文乐于情人节 都重视着顶杂花臂老婆 老婆临到要不出来放 闪 女人就戏寒意道 于文月妥比六个月的月嫂日前将长发剪短 自称自小学四年级后从被剪短发开勒扫 忍痛剪掉一把长发 无非无想同度中逼逼抢赢 养 以及坐月时方便搭理 于文乐 于文乐中留言 话 我喜欢短发 出口树林老婆 月早大度初学 早前本刊拍的于文乐放假都会陪老婆外出吃饭 现场所见 新婚才三个月 于文月已经毛带婚戒 乐扫小腹微微隆起 于文月于文乐时的托翻住老婆行 大度戏扰人照顾 于文月于文月日前无时开工就陪老婆去跑马的同友人吃日本菜 离开餐厅遇到记者 被问到老婆事无适应香港生活 乐宰众肯答 OK了 但被问到老婆细咪细香港生BB 以及终意在定女 她就立即封嘴 更拖使老婆急急搅走人 网友还恶搞他们BB的名字 告笑建议他们的BB可以名叫于真 于甲和于可分身饰演自己 图文来源 东方新的 文字幕志愿者